常常队伍排了一圈又一圈 为了隔天的台北马拉松 前来领取参赛物品 也逛逛马拉松博染会 为比赛备战 现场集满人潮 除了采买运动用品 也有人为了他而来 好久不见的森林王子张泰山 荣光焕发 卫生机业者站台 也分享自己如何面对运动伤害 贴上贴片 示范低周婆治疗仪 毕竟从球员转身教练 偶尔还是会面临肌肉拉伤 或者关节问题等运动伤害 现在当上了教练 你不可能在球场上 还要跟球员 然后抢一些防护炎 然后帮你做治疗 然后我常常贴在这个地方 贴在这个地方贴哪里 哪里有酸我就贴哪里 内建十二种自动循环按摩模式 还有高达十五级的力道调整 一次可按摩八个部位 缓解酸痛促进血液循环 甚至又针对膝盖关节的按摩带 而台北马拉松遇上寒流蓝席 身为教练的张泰山也提出建议 在马拉松之前 你一定要做一个足够的卵身 我第一次就要这么低温 就是怕太冷 然后毕竟后面如果跑不太多的话 可能身体会变冷 吃东西睡觉都要准备好 衣服要准备好 其文骤降加上天宇陆华 要顺利跑完四十二公里 难度再增加 这回吸引二点八万人报名 集结十二位国外经营好手来台竞速 也将在赛道上掀起激烈竞争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18位玩八方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